2021年看詹姆斯摄影视频 和我们一起学摄影 詹姆斯的风光摄影后期课 第七课 图层的基本知识下 今天的课主要是想讲明白 六大类27种图层混合模式 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当然真的要搞清楚还是很难的 起码找到一种最方便自己记忆的方式 首先 什么是混合模式 图层混合模式 是将图层的各个通道 分别对应混合 可以说是通道混合 是混合模式的一种基础 但是通道混合它太复杂 涉及到基色 混合色和结果色 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不需要对混合模式的实质 那些公式有那么清晰的了解 其实我也背不出 所有混合模式的原理 我们需要了解的 只是四个大的分组的意义 和它们名字 所直接带来的这种观感的意义 最简单的学习方法 就是自己不断的试验 你可以建立一个红色的背景图层 然后新加添加一个绿色的调整图层等等的 你在混合模式的弹出菜单里面 滚动查看各个选项 了解它们在图像上实时预览的一些效果 有些效果会很直接 有些则莫名其妙 没有关系 等我们解释完 你就都明白了 注意一下 背景图层跟锁定图层的透明度是无法更改的 也不能设置图层混合模式 你可以双击背景图层 然后点击确认 背景图层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图层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设置图层混合模式了 第二 混色的基础 阿姬比方式表达颜色 任何颜色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三个参数 0到255中间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比如黑色就是0 0 0 那白色就是255 255 255 数值越大 表现的颜色就越亮 数值越小 颜色就越暗 那么想一想 红色绿色蓝色应该是什么数值 那很简单嘛 红色就是 R 等于255 R就等于red 那其余两个等于0 所以就是255 0 0 举一反三 那绿色就是 0 255 0 那蓝色呢 就是 0 0 255 万子千红 都能用一个数字表示出来 这就是巴比特的色声了 基色 图像中的圆导的颜色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中底下的那个图层的原始RGB 数值 混合色 通过填充图层或者色彩调整工具 你得到的颜色 也就是我们要用混合模式命令的时候 两个图层的时候啊 上面的那个图层就是调整颜色的这个RGB 值 那最后就是结果色 它是基色跟混合色 混合以后得到的RGB值映色的颜色 那图层混合模式就是把上下两个图层的原始RGB 跟调色的RGB 利用不同的加减乘除 甚至随机算法计算出一个新的结果的RGB值 那抽象的颜色 用直观的数字也许更容易理解 第三图层混合模式的分组 正常分组不需要理解 其实它就是完全不混合 算法就是混合色直接等于结果色 这个就是默认的我们正常的一个理解吧 那龙解呢 顾名思影也大概知道一个效果 实际上它是根据像素所在位置的不透明度 基色或者混合所有的像素随机成为结果色 不过摄影上基本也不用龙解 所以你不要去研究太多 变暗组那这里的五个模式 都能让照片变得更暗 那去除亮的部分 那变暗模式查看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它会选择基色或者混合中色中较暗的颜色 作为结果色 混合色暗的像素这表示不变 简单点说谁暗显示谁 那变暗模式经常可以去显示 去除一些低端镜头的紫边 或者后期产生的一些白边 程序员的一种思考方式 如果基色大于混合色 那么结果等于混合色 如果基色小于混合色 那么结果色等于基色 有点困闹闹子 那么正片叠底是一个很酷炫的名字 它有一种有点像光线穿越图层的 幻灯片效果 它又是怎么算出来的 结果色约等于基色乘以混合色 再除以255 你可以试验一下对不对 有意思的是 正片叠底黑色的时候 得到的仍然是黑色 因为黑色的像素值是零 当你任何颜色跟白色 进行正片叠底的时候 颜色不变 因为白色的像素值是255 255除以255等于1 所以原来那个颜色自然不变 其实正片叠底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后期加火烧云 当然这个还是在PS2021换天功能出来以前的 现在还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了 变量组 所有的模式都是可以用具体的公式来替代 其实我大多数也背不出来 因为不需要分享它 只是最简单是希望能够加深你的记忆 那么你现在可以根据变量的这样一个名字 倒推一下变量的公式吗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谁亮显示谁 也就是谁的数字大显示谁 这个用途就很广了 新轨合成 车轨合成 甚至城市夜景中都经常用到 夜晚光会也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觉得华为的流光模式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啊 不断的录像 然后把每一个量的比加下量的就加出来 所以变量就是变暗的反过来 这样你再举一反三的想一下是什么呢 绿色是不是正片叠底的反向呢 绿色的公式看着就很麻烦啊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色等于255 减掉基色的反向乘以混合色的反向再除以255 大概看看就好了啊 最终我自己的用途了 绿色它更适合于烟花的叠加 为什么 又回到这个黑色的问题 烟花的背景是不是基本都是黑色的 那么黑色参与绿色的结果 它也是只显示基色了 那具色的具体呢 你可以尝试用公式来测试一下 自己动手才能风衣足食 自己试试看同样的烟花叠加 然后看一下变量跟绿色的区别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所以车轨用变量 烟花叠加用绿色 叠加组 刚才的两组顾名思义 就是画面变量变暗 或者更亮更暗 那么叠加简单的理解就是 让亮的地方更亮 暗的地方更暗 那评判的标准就是128这个字啊 它中间亮度为界 叠加其实比这个解释的要更复杂一点啊 它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暗的区域采用正片叠底模式变暗 亮的区域采用绿色模式变亮 那叠加组呢 往往可以起到增加对比的一个作用 那具体的操作有双曲线磨皮啊 楼光去灰啊 其实我已经忘掉双曲线磨皮怎么做了 太多年不用自然不会了 那楼光的算法公式 其实这个啊 这个公式简直要乱乱发疯的啊 如果B小于等于128 则C等于A乘B除以128 加上A除以128的密再乘以 255减2D啊 我已经要晕掉了 你要真的还能看懂 就真的是理工男了 楼光去灰还是风光摄影当中的一种 非常常见的通透法 也很简单 还是回到那句话 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踩下油门 不需要知道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 所以调整图层混合模式为 柔光 Bingo 最简单的去灰就完成了 插值组 插值就是两个图层进行减法类的运算 公式简单 结果色等于基色减去混合色的绝对值 有什么用 这个其实用处还真的挺大的 图层对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特别在简单的新微对齐的方面 如果它的全是对齐的 那么它的差值就是零嘛 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看到一些东西了 证明它没有对齐 那上面这四组是针对颜色 加减乘除最多的一个变化 那最后一组 色相 饱和度 明度和颜色四种混合模式 和前面的加减乘除不同 我这样来帮助你记忆 色相模式 只用混合色的色相 着色 饱和度模式 只用混合色的饱和度 着色 颜色模式呢 它使用混合色的色相 将饱和度进行着色 你可以离 如果你能联想到HSL这种色彩模式 就说明你比我懂的都多了 其实我这四种里面 我只用明度模式 结果色等于只用混合色的明度着色 其他的那些其实挺复杂的 我自己也迷糊了 为什么明度模式 因为它这个是明度锐化模式的一个基础 我的第一本书里面 詹姆斯的风光色影笔记 有非常详细的这个锐化的那种方式 穿透是什么模式 它不在默认的27种模式里面 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 因为它是图层组的混合模式 不去管它了 看似复杂的图层混合模式 我尽量用直白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给你听 记不住 听不懂 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把几个名字 跟最常用的应用 记住就可以了 那些公式老讲 我不上网查询 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实话实说 那么刚才还有27种里面 另外一些 那只是不同的公式的一个推演 大家呢去看一下 深入的了解一下 核心就记住几个变暗变量量的变量暗的变暗 加减乘除的一个差值 这就是图层混合模式的核心所在 好图层的这个节课就讲完了 我们下一次会进入到蒙版节奏 ym w 明中有边有充滅均衍 在我阳变量会判嚓